今天我們有200多個收費員就在場外 然後有44個站代表要跟交通部做協商 但是交通部竟然安排了一個只有9個人的座位的會議室給我們 我們強烈的跟他要求我們有44個代表要進去跟他協商 就是我們不想要黑箱作業但是他堅持只提供那個會議室 所以後來才會造成200多個收費員就說 好既然你這樣不同意的話那我們就直接衝進去跟你談 所以才會有在那個大廳靜坐的行動 那其實今天會議中很遺憾的並沒有特別的結論 因為我們在4月1號的時候就曾經跟勞動部還有交通部協商的會議中 就已經說過了我們希望由交通部來安置這些收費員 為什麼因為交通部是他們的原來的雇主 遠通其實跟這件事情並沒有關係 而且遠通其實事實上他提供的職缺都是在百般刁難跟收入收費員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那個交通部一定要開出職缺來做好他原本就雇主應盡的義務 我們下去交通部他說他現在手頭上有88個職缺 可是這88個職缺還是必須要跟外面的勞工競爭 他並不是專門開給收費員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4月1號要求他回去研究的東西 他並沒有研究出來 那另外一點是說他說遠通寄下來還會再開職缺給大家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大家已經不相信遠通了 而且並且覺得遠通的工作是沒有保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遠通的工作進去之後 他們也會用進各種方式避退收費 所以說是大家可能看到高通局外的訴求說 好像收費員的媒合率很高 但我告訴大家 就算這個收費員他只進去做一天兩天 他也會拜託一請媒合員 那這樣子的話對收費員的環境到底在哪 所以我們要求交通部一定要負擔請人員本就來 必須收費國有 收費員國家安置 收費員國家安置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來抗爭的 我們是一群前國道收費員 為什麼今天要來台北車站發傳單 是因為國道收費被政府賣給了很二職的遠通電收 但是我們這些前國道收費員 最後落得了什麼下場 我們全部失業了 領不到吃減費找不到工作 政府完全不理 如果大家有意向新聞上都可以看到 最後去年底有將近一千名的國道收費員失業 但是政府完全對那個東西沒有任何表態 沒有站在勞工的立場做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走上街頭 我們不願意到遠通電收這種二職的企業工作 我們希望政府 希望交通部可以來安置我們這些失業的收費員 然後我們這邊有發傳單 未來如果政府不願意面對我們的訴求 我們可能會採取比較激烈的抗爭手段 可能會干擾到大家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們發傳單 一方面告訴大家我們的處境 另一方面向社會大眾致歉 我們出來抗爭 出來為了工作抗爭 是不得已的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這些收費員一些支持 一些鼓勵 每條理由眾問一聲 海文全都是公平 馬賽地馬賽地 有誰人來看見 手條主海在天地有意 哪不跑路太有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